70年的两岸关系是两岸同胞打破隔绝 交流合作日益广泛 相互往来日益密切的历史 是在九二共识基础上 平等协商求同存异 改善与发展两岸关系的历史 截止到2018年底 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 约1552亿元新台币 台湾共有56家金融企业 和1033家非金融企业 利用了利用早期收获的优惠政策 在大陆提供服务 两岸关系发展历程充分说明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现实 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任何势力都无法改变 国家强大民族复兴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势 更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中文字幕 Б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